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请先看感应篇第九十二节。 九十一节还没讲完? 九十一节。 就是一节末后这一句啊,后面这句。 望主蓬荡。 这一桩事情,古今中外,都在俗不灭。 而蓬荡之害,在历史上常常见到。 而在我们现前学会,所谓的帮派。 这个借党,淫私。 一般人所说的黑学会,都是属于这一类。 这一类,他之所以能够诱和人。 是以名利。 是以权势。 古时候的人,从小啊,受过圣贤教育。 是以权势。 明了,是非邪的。 明了,是非邪的。 明了,是让我正我。 。 所以,除世代人借物啊。 都能够以理性。 而不至于滥用感情。 现代社会的青少年,问题严重。 。 家庭里面,没有人叫他。 学校也没有人叫他。 而社会上,那就更不必说了。 所以这个问题,就非常非常严重。 为什么少年犯罪这么多? 比例年年增长。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恐怖的一种事情。 从这个四十,我们才能够理解到。 古身先行。 为什么那样重视儿童教育? 为什么那么样重视防卫度尽? 才知道社会安定。 国家长治久安。 基础,癫癫在儿童教育。 父母,老师。 社会大众,也都能给儿童做一个好榜样。 。 那么由此可知。 这个教育是整体的,不是巨破的。 中国厌于所谓,活到老,死到老,死不了。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。 做人永远在接受教育。 不是说青少年。 学校毕业了,这个教育就结束了。 不是的。 不是的。 永远在接受。 那么现代的社会。 教育,教育说起来很普及。 比中国过去旧社会。 比中国过去旧社会,教育要发达得太多太多了。 我们在每个地区看到学校灵力。 小学,中学,大学。 照理说起来,我们现在社会要比古代 突飞猛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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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? 我们的生活。 我们生活的环境细细思维远不如故人。 我们在古书里面多道。 古时候人的生活。 我们可以说,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。 真善美慧,确实有啊。 过的是人的生活。 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? 我们现在讲的是,现在过的是机械的生活。 每一天,几点钟去床,几点钟吃饭,几点钟工作。 机械式的。 人与人之间的情爱,非常薄,甚至已经看不见了。 。 今天社会,人与人的结合,厉害。 有利,战士结合。 没有利了,立刻就分解了。 情义没有了。 不要说道义了,情义都没有了。 这个里面最明显的夫妻。 古时候没有听说离婚的。 你们读古书,什么时候听说有离婚的? 那离婚那是奇耻大如啊。 哪有这种事情啊。 可是今天的社会,你们看离婚率多高。 这是显示什么呢? 人与人之间的情跟爱没有了。 他为什么结合呢? 厉害。 当大家立业共同的时候,结合了。 到利益分期的时候,马上就分手了。 所以,这个帮派在现在就非常普遍了。 我们现在说佛,跟社会接触很少。 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。 外面一些事情,我们知道的不多。 偶尔听说。 尤其我们很少看报纸。 也不看电视。 这是不错的。 对修学乐讲,心地比较清净。 每天过的日子,天下太平。 问我什么事都没有。 这世界很太平,很安静。 可是,如果看看报纸,看看电视,世界大乱了。 不是太平之事。 不是太平之事。 帮王派非常不幸, 念佛门里面对王派。 哪些跟哪些是一堂的。 一个道场。 如果这个道场大了,人多了,里面就分很多小派心。 曾经有人告诉我, 他是某一个寺庙道场里面。 我们从表面上看,挺希望的。 有几百人。 香火鼎盛。 别人告诉我,这个里面至少有十个道场。 我听了的时候,叹一口气。 我相信。 因为这种道场,我曾经见过。 当派灵力。 现在暂时能够维持,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。 如果利益分配不均, 这个党派就决裂了。 就产生斗争了。 就变成活害了。 在佛法里面, 这叫破活活生。 他们真有胆子,胆量。 破活活活生。 释迦牟尼佛说, 果报在阿比地狱。 因此结党之事。 在现在学校里学生有。 学会几乎各个行业里都有。 乃至于政治里面,也在说不明。 现在在宗教里头。 不止佛教,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。 社会如何能够安定? 世界怎么能够和平? 从这个现象,我们细心去观察。 。 世间有些人说世界末日。 我们想想可不可能。 很有可能。 社会上也不乏至死人人。 我们常常参加多元文化活动。 许多宗教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。 也都很坦白地承认。 我这个宗教里面。 我这个道场里面。 人事有不少矛盾存在。 去年我在学历开会,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就很坦白地告诉我。 所以他怀疑我们宗教之间如何能够团结。 我告诉他,这是个教育问题。 但是教育是长时间的,不是短时间的。 教育必须有一批人真正觉悟了。 我们要想想。 古时候这次大德。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陆叶云, 与吴比丘讲经说法起家了。 。 孔老夫子周游列过之后,回到家乡断学。 这些都是大神大神。 。 经过多少时间,对社会才产生影响。 我们要能体会。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象, 跟佛陀佛的时代比。 跟佛陀的时代比。 跟孔老夫子当年比。 。 差距太大太大。 。 那时候, 人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圣神教会。 一般心地善良。 容易教化。 。 新以前社会。 我们看今天社会教的是什么。 。 所以过去, 方东北先生在世。 谈到电视, 他就摇头了。 他说, 他说这个东西啊, 会灭亡一个国家, 会毁掉一个社会。 电视是什么? 电视是教人。 叫人什么? 。 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。 佛陀佛先生讲, 美国将来亡国, 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。 你看小孩。 小孩一出生, 眼睛就盯着电视。 天天跟电视学习。 。 而电视里面所演的, 杀到荧光。 所以今天, 美国的这个青少年。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, 死在枪下。 啊, 他们统计的数字, 每一天, 有几十个人。 千少年, 每一天呢, 有几十人呢, 死在枪下。 什么原因呢? 。 学电视里头, 无打骗子吗? 美国政府到今天, 还没有这个警觉。 就放心了, 这个东西是工具。 工具。 工具, 没有罪。 没有罪。 完全看, 用工具的人。 。 当年, 他警告台湾政府官员, 要注意到这个问题。 如果走向美国这个路子, 台湾的前途不堪设想。 他虽然说话, 说了几次。 谁听他的呢? 谁重视他的谈话呢? 。 今天, 社会的乱象, 我们要晓得, 它从哪里来的。 为什么, 社会上, 会有这些, 因此解答? 都是图眼前的利益。 不知道后果的厉害。 所以今天人, 佛法里面常讲的, 可怜明者。 于是, 真的是于是, 我们天然不服气, 不相信。 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正我, 未有能力辨别邪正, 未有能力辨别善我, 连厉害, 都没有能力辨别。 这不是于此道极出吗? 我们很幸运, 得人生, 文佛法, 遇到善知识。 真妄是非, 难, 纵然我们不能够辨别, 但是善我厉害, 我们懂得一点。 这才知道, 去疾避秀。 我们现在乱世。 乱世有机缘, 我们去帮助别人。 古人所讲, 尖善天下, 没有机缘, 要懂得独善其身。 所以古人里面有很多好榜样, 隐移在善灵里面。 一生, 过着, 苦行, 羞耻地生活。 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。 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。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 凡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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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诸蓬党, 这一类的, 都是被, 眼前, 明文立阳啊, 所蒙蔽。 所以修道的人, 不仅是修道, 古时候读书的人, 都甘心过贫困的生活。 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。 人家为什么? 他不是没有能力, 不是没有智慧。 为什么他甘心过这个清贫的生活? 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。 你看看, 孔父子, 赞叹燕滚。 燕滚是, 父子学生当中最优秀的, 也是最贫困的。 。 物质生活, 虽然贫困, 精神生活增肥。 我们今天, 直直到在物质生活里面去求, 录取, 而完全疏忽了精神生活。 这是我们的大病啊。 你们看到, 我们带来这个录像带, 许哲, 这个老修女, 一百零一岁。 她的物质生活清平啊。 精神生活充沛。 精神生活充沛。 今天早晨, 我看林爵士带来的报纸。 里面有一页, 这个标题很大。 一百零九岁的, 一百零九岁的, 一个少, 这个少风, 这个滑渡船的, 一百零九岁, 现在还在滑渡船。 那, 那个身体越不比, 雪折叉了。 还在滑渡船呢, 一生过得清贫生活。 这些人, 这些人, 他懂得, 安平落道啊。 每一个宗教, 将这个修持, 都要实习, 明文利亚。 摄取五欲六成的, 享受。 基督教, 天主教里面, 赞叹神品。 神心, 决定是一无所有。 他才是神心。 那佛菩萨, 也是一无所有。 三亿一波。 神品。 你真正能够放下万元, 你才能够过高尚的精神生活。 。 就像孔老夫子赞叹延回, 一旦是一瓢瓶。 这种生活, 在别人的时候, 是不堪其忧啊, 回也不堪其落啊。 延回的生活, 非常愉快, 非常快乐。 。 落在明里。 宇宙人生的真相, 他明了。 因果报应的, 这个四十, 他透彻。 他的前途, 一片光明。 他是磨络。 凡夫, 但在眼前的明文利亚, 前途一片黑暗, 他不知道。 所以这个蓬荡之汗, 我们要懂得, 决定不做这些事情。 不受这些诱惑。 今天时间到了, 我们就这样子。